出名是二十四孝母親的張柏芝 曾揚言一生事業就是做媽媽 拍戲只是工作 日前他網上短片時 被發現肚子肚子 立即被猜測是懷有第四胎 這日下午 他帶同小子去到位於大埔的百貨公司購物 而柏芝的弟弟張浩龍都有同行 接近兩歲的Marcus 以短T配短褲上陣 期間兩母子去到玩具店時 戴著口罩的Marcus 被琳羅滿目的玩具吸引 在貨架走來走去 專注看顧Marcus 的柏芝以全牛仔鹿現身 見他簽售的身體暴力輕盈 完全無人味 而且體力十足 在玩具店買了兩大袋戰利品的柏芝 再發揮他的力的表現 之後柏芝在回家途中 在車內拍短片 親自宣布風土 斬釘截鐵地否認懷有第四胎 有了肚子 所謂你們的船那麼凸 根本上沒有可能背著腰帶 困著腰帶 還要抱著一個這麼重的兒子 基本上如果孕婦 我想應該不會這樣做 所以有沒有寶寶他們問 因為剛剛很狼狽 所以我沒有回答 但現在我在Instagram自己回答 肯定是沒有的 一定沒有 現在沒有 也將來不會有 因為真的夠了 不生了 OK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